我刚刚谈到呢 这个交换 第一个你要先 当然第一个交换 你先不管它是什么性质交换 你先把它计算到 交换当天为止的账面金额 这是第一个动作 标准动作不管你是做什么样的处分 第二个 那我们再把交换呢 这个交易呢我们先去把它分析 它具不具有商业实质 所以假设 第一个 这个例子呢我先讲了 第一个它处分当天为止 我的折旧费用都算完了 不管A公司的6万 B公司的80万 反正处分当天为止的累计 折旧都算完了 这是第一个标准动作 第二个我先去判断出来 这个交换 具有商业实质 我刚刚讲说不具有商业实质 我只先跟你讲不具有商业实质 不承认损益 好 我现在先要举的例子 所以我现在不讲 不具有商业实质的 我来讲具有商业实质的 分路怎么写 好 那第一个你先看一下 SIG 所以我们先算一下 它的账面金额是多少 它的账面金额 成本减掉累计折旧 账面金额4万 成本减掉累计折旧 账面金额20万 好 好 接下来 这个交换呢 具有商业实质 所以我们要依它的公允价值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B公司的资产 账面价值它有20万 但是它的fair value 公允价值就8000块 这我知道给你的 好 然后呢 A公司呢 它的资产账面金额有4万 那公允价值有 评估出来有7万 所以第一个我问你 A公司跟B公司 如果直接以物易物 会不会成功 如果A公司跟B公司 直接以物易物的话 没有额外的 会不会成功 不会 因为什么 B公司拿一个8000块的东西 要跟A公司换7万块的东西 A公司会跟你换吗 不会啊 你B公司不能说 我账上还有20万 那是你家的事情 我评估出来的结果 就只有值8000块而已 所以我说账上是公司自己 内部在记录的时候用的 当你对外的时候 你只会看到的是 是公允价值 好 所以呢 A公司一定不可能 拿他的资产跟B公司换 除非 B公司还要怎样 还要付钱啊 要不然我7万块的东西 跟你换8千块 我把我7万块 我把这个资产拿去外面卖 拿回7万块 我再拿里面的8千块去买 这个东西就够了啊 我还剩下多少 还剩下6万2千啊 所以如果这个交易案能够成 一定什么 B公司要付现金 6万2千给A公司 所以这个例子 我后面虽然没有写 我故意不写 我就是要告诉你说 这两个公允价值差那么多 A公司会同意 直接义务义务吗 当然不会 所以B公司要付给A公司现金 多少 6万2千 好 所以A公司会拿到现金6万2千 B公司要付6万2千的现金 好 这样清楚吗 好 所以我说了 一个8千块 要直接换7万块的东西 谁会跟你换啊 所以你一定要付钱嘛 我说大家只看到公允价值 好 只看到公允价值 所以它不会管你账命的金额 好 那我们看一下A公司的交易分路 我拿到现金先写 拿到现金6万2千 好 然后呢 我把这个资产什么 跟人家换掉 我拿到一个什么 公允价值8千块的资产 所以呢 我拿到一个equipment 设备 好 先写换进来的 或者写new好了 这是新的嘛 新的意思不是说它是一个新的东西 而是我账上新取得的 8千块 那我要把原来换出去的资产充掉 equipment 告诉你 这是原来的 原来持有的 原始成本有10万 累计折旧 有6万 好 那借贷方一定不平衡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我这个资产 账面金额只有4万 可是我这个时候的供应价值有7万 那等于是说 我把这个东西拿去卖掉 我可以拿回7万块的现金 我现在账上只有4万而已 所以我有个什么 处分利益 利益3万块 它的处分损益就是拿账面金额跟供应这样子来做比较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借贷方有没有平衡 这边13万 借贷13万 代贷也13万 当然平衡了 这是第一个 资产交换的时候 当它具有商业实质 A公司做的分路 接下来B公司呢 B公司怎么做 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 看一下B公司怎么做 借什么带什么 第一个 标准动作 我付了现金6万2千 写在代邦 好 那我换出去什么 或者是我换进来的资产 我换进来这个资产 我换进来这个资产 账公允价值7万 好 我换进来这个资产 我换进来这个资产的公允价值入账 那我换出去什么 我把原来的设备 换出去 换出去 原来的设备原始成本100万 累计折旧80万 借账房一定不平衡 因为什么 我这个公允价值就8千 账上有20万 我是不是有损失 所以我有损失 19万 19万2千 好 20万减掉8千 是9万2千 所以你可以看到借账方 这边有没有平衡 90 这边是90 100 106万2千 106万2千 借账方就平衡了 这个是具有商业实质的交换 好 我只要提醒的是 你要先去判断 这个 第一个 只要有资产异动 第一个标准动作 你就要先去计算 异动当天为止的账面金额 这是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 它既然是资产交换 我要先去判断 这个交换 你看 具不具有商业实质 如果具有商业实质 那么 我们 就可以承认处分损益 具有商业实质 我们就把它视为 我把旧的东西卖掉 买进来新的东西 只是写成一个分路 因为它是一笔交易完成的 但是我的观念上 是把它视为两个 东西卖掉 然后买新的 那既然是东西卖掉 卖 就可以承认损益 我卖一定是什么 卖掉的价格就是什么 公允价值 所以我的损益 就是以账面金额 跟公允价值中间的差 来承认我的处分损益 好 这个地方 我先补充给你 这是一个资产交换的例子 那不具有商业实质的 等以后 大家到了中坏 留一点到中坏去学好了 不要一次都把你讲完了 那以后你中坏读起来就很没趣了 好 可是事实上中坏是非常 非常复杂 好 但是事实上是 比较有变化的 对我来讲 我比较喜欢中坏 因为它要 思考的范围比较多 好 那不是像初坏 一眼就看出来 答案就在哪里了 一点乐趣都没有 好 这是资产交换 所以这个课本没有 我先补充给你了 好 那我们下个礼拜呢 再来讲 期末要做的另外一件事情 期末 我们说期末要做两件事情 一个是成本分摊 一个是减损测试 好 那我说重估revaluation 这个不是 不是每一个资产 每一年都要做的事情 好 但是如果资产减损测试 这个 基本上是要 是要做的 好 如果当你有发现 有怀疑 有可能发生减损的话 你就要去做减损测试 好 所以这是每一年年底做的 但是你的重复 不一定是每一年年底 好 不是报导期间结束日做的 所以我们下个礼拜 再来补充 我们下个礼拜